接下來我會介紹一些Palatis的儀器 大家現在看到這部就叫Reformer 這部很長的樣子 這部雞下面有些彈簧 彈簧會有阻力 但當它沒有彈簧的時候 其實它是可以任意滑動的 它喜歡怎樣動 前後線基本上是沒有阻力的 而且後面也有很多繩子 繩子也可以穿著手或腳去做動作 一部這樣的Reformer 其實最基本的一個教練證書課程 我們都會教大約200至300個動作 所以其實這個動作的變化非常大 還有你的特性是什麼 就是第一 阻力少 第二 不穩定 第三是什麼 沒有東西攔住身體 於是很多時候 我們可以有很多創意空間 下一部會介紹的 就叫做Catalac 這部就真的很像病床 或者是刑床 有些人會看到它很鏡 很大袖 旁邊其實是勾住所有東西 它也有一樣共通點 就是有阻力 但阻力可以調校 阻力一般是比較小的 所有彈簧其實它都可以隨意拆開 可以改變的 例如這個 拉住上面的彈簧 與其下做一些動作 你看到好像有一個千秋的物體 這個千秋的物體我們叫Trapiesse 這個東西其實可以給我們 好像空中飛人的動作 另外你也會看到 在這邊也會拉住彈簧 在這邊也可以做一些不同的動作 例如我們可以站在這裡做動作 我們可以躺在這裡做一些腳的動作 也可以 上面這裡還有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圓圓圓那麼有趣 這個其實我們叫Fussy 其實我們穿在腳上 是做一些拉筋的動作 這部機我們叫做Catalac Catalac和Reforma都是 很多動作我們都會平躺在這裡做動作 但接著之後介紹這部機 就不是了 這部機是比較常見 是有些打動的動作 比較多的 就是這部 我們叫做Wonder Chair 這部Wonder Chair 方便些什麼人子 例如孕婦、老人家 有時候上落睡著起床 比較困難的話 我們就會用Wonder Chair去做動作 下面這裡也有一樣東西 是什麼呢? 就跟其他機一樣 有彈弓的 而且它也可以令到這個動作 例如勾住了Pedal 就是我們那個棍條之後 就可以做一些撐腳 或者推手的動作 之後介紹的那個 叫做Spine Corrector 雖然你看到它的尺寸很小 但其實它也挺好用的 用來開胸 很多時候有些客人會比較圓肩 坐得寫字樓比較多的話 我們平坦在上面做這個開胸的動作 也很受歡迎的 最後一部機 就是給我拉筋位置主要的 我們叫做Leather Barrel 就是這一部 你看到剛才的Spine Corrector 也是有一個拱形的位置 對 就是說什麼呢? 這個位置也可以幫助我們 做一個開胸的動作 如此之外的話 你看到後面有一格一格 是幫助什麼呢? 拉筋 不如我們可以站上去 紅色的位置 做一些向前拉筋的動作 打側拉筋的動作 也可以的 好看